嘿 家人们 这里是娱乐热法男生版 今天呢 咱们继续来说任嘉伦 大家都知道任嘉伦的《暮色新约》呢 这部剧早已经开启了有一个多礼拜了 任嘉伦之前表露过呢 今年春节应当会在剧组中度过 很有可能是大年三十下班早一些 初一歇一天一般初二就开始开工了 《暮色新约》呢 这部剧呢算上去是任嘉伦2022年的第一部剧 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小说家玉井喷香小说 只因暮色难寻 它是由任嘉伦阳影主演 李昂导演和编剧 主演已经提前进组读了剧本 因原著拍摄难度过大 剧方呢有所改动 其中男主是天才悬疑小说作家 女主是心理自行师 根据任嘉伦之前在直播中的透露呢 任嘉伦出演的齐连山呢 是一位小说及导演从业的 也是影视作品领域 因此任嘉伦不但演了齐连山 还要出演齐连山小说里的人物角色 也就是剧中剧 有可能是在第一集的内容中呢 任嘉伦就需要参演好多个人物角色 这部剧呢应该对任嘉伦也是一次考验 因为她投入了许多的心血 而女主的刘霞是由杨颖扮演 是一位心理自行师在任嘉伦接戏之后呢 baby前不久呢也宣布 接戏资金投入了拍摄当中 两位出演宣布会合 关于这部剧的取景是在江苏一带 由于男女主的都属于人气艺人呢 因此拍摄现场呢 也一定会有很多的粉丝去围观 剧组这两天呢也在赶到了无锡 选择了本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开始取景拍摄 近期呢网上流出了任嘉伦跟杨颖 逛农贸市场的一个视频 任嘉伦和杨颖穿的都比较薄弱 没有宣布筹拍之前呢 任嘉伦也是穿着个大棉袄 手里呢还拿了一个暖宝宝 由此可见呢当地的温度也降到了极点 网友看到了任嘉伦和杨颖一样的身高 在节目录制中呢 任嘉伦一起做任务 没想到呢两个人站在一起 竟一样的高 他和他的鞋跟高也有五到六厘米的样子 不愧是当过模特的人 关于任嘉伦的造型的问题呢 也毫无疑问 不是路透那样看起来的一般的单一 人物角色呢造型的设计呢 当然也是有魔幻的 农贸市场这一场戏呢 看起来烟火气十足 我倒蛮希望任嘉伦在这场戏里的表演 和期待这部戏的一个进一步的路透 关于杨颖呢 这些年过去了呢 杨颖的表现呢 是多少有一些进步的 更何况呢 任嘉伦针对整部剧也有了信息内容 因此呢 我们或者是要给剧方大量的空间去想象 或者是主创人员呢 更好的发挥的空间 平时呢在小编呢 看来呢小编在百度百科 或者是豆瓣网啊 其他的一些主流媒体上啊 都能看到了穆斯新约的存档哟 那么对于任嘉伦的一个露透的一个造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还有对于任嘉伦跟杨颖的一个合作 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小彪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